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下第二輪的賽事 我們今天的辯題就是收讀微學位課程對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力大於弊 由正方天主教育性中學對陳淳之紀念中學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香港鎮會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關易音先生 聖賢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阮偉傑先生 兼樂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潘俊賢老師 謝謝三位評判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整個比賽流程 我們今天整個比賽流程分為台上主辯 雙方主辯發言完結後會進入台上發文的環節 然後會進入一負二負 然後會有台下發文兩條 最後會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在台上變原主一二結分別是四三三四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的三十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由主席用人聲叮,就會叮一聲 然後在時間結束時會有兩丁提示 超時15秒就會有三丁提示 由於是網賽的關係 超時雖然不會扣分 但是萬一超時主席就是我 就會立即打斷你的發言 其實詳細賽規都已經發佈過給各間參賽學校 如果雙方都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就會正式開始 想請問雙方沒有問題? 評判是否都已經準備好呢? 分子是否已經可以進入和修改? 好,謝謝三位評判 好,現在賽事正式開始了 首先有請正方的主席去預備下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向計時原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清楚的 可以了 叮 主席、評判、助助各位 大家好 現時香港社會競爭激烈 立法會在2016年發表的人力調整 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就指出 94年至15年間新增了85.4萬個 專上學位的人 單同其較高技術職位只有66.6萬個 兩者相差了約20萬 可見香港社會競爭激烈 而請人想要在社會上突圍而出 就必須要把握機遇,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要把握機遇 最重要的是要回應市場的需求 而近年不論是香港本地還是外國 都積極發展創科業 市場上需要大量的創科人才 但2017年世界銀行指出 香港每100萬人當中只有約3,000名的研發人員 遠等於全球平均水平的5,209名 可見雖然創科業有發展的潛力 但香港普遍的年輕人缺乏創科能力 因此當要和外來專才競爭的時候 香港青年未能追上市場發展的趨勢 令到他們的競爭力相對較低 又見及此為配合市場的需求 14年美國Udacity推出了微學位科程 科程內容針對現今的人力 需求去培訓創科人才 包括程式設計道論 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內容 遲至今日世界各地不同的學院、機構和企業 以至於本地都設有微學位課程 例如香港科體學院舉辦的人工智能及程式設計微學位 和香港理工大學提供的國際酒店業管理微石市網上課程 而歸納所得,微學位課程有以下四大特點 第一,課程彈性大 第二,時間短,課程時間一般為半年至一年 第三,課程注重應用技巧 第四,微學位課程大部分為線上課程 故此,今日恨量變題的標準在於 修讀微學位課程對於提升香港年輕人的競爭力 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 而我方今日正立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微學位課程的彈性大 可以即時回應市場的需求 微學位課程不需要一個固定的上課地點 全職的教授等資源 因此開辦一個新的微學位課程 所需的資源相對較少 只要市場有需求 提供微學位課程的平台 就可以找公司或大學去舉辦課程 即時回應市場 而現在正正需要人工智能 大數據等的創科人才 因此很多的微學位課程 都會因應著需求去舉辦課程 例如Cosua就有376個 關於電腦編程的微學位課程 正如Udacity學生服務部副主管 沙爾·麥哈文指出 課程可以彌補到學校和人力市場需求間的落差 而當年輕人報讀了這些 即時針對著市場需求的微學位課程的時候 這些就能夠比起一般人更能夠掌握到市場的趨勢 令自身的競爭力有所提升 第二,微學位課程的時間短 年輕人可以在短時間內掌握到一個新的技能 微學位課程須一般為6至12個月時間收讀 年輕人可以在短時間內掌握到一個新的技能 例如香港科啟學院的人工智能及程式設計 微學位課程時間為16週 年輕人可以在四個月內掌握到 基礎網站編寫、網站似乎器 後端程式、前端程式和數據工程開發的技能 比讀四年大學更快 可見微學位課程而一個更短時間 讓年輕人掌握一個新的技能 有助他們在短時間內提升他們的能力 令他們的競爭力有所提升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收讀過一個課程 究竟會為年輕人的競爭力 帶來什麼實質上的閉嘱呢? 謝謝各位 叮叮 剛才瞄了自己 正方的主辯發言時間是4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又請反方的主辯 你準備好就可以向我示意可意 你聽到叮聲就可以開始發言 請問大家聽得清楚嗎? 清楚的 叮 主席、評判、鏡頭池的各位 大家好 對方主辯剛剛問我們 到底收讀微學位有什麼實質的閉嘱呢? 我等會和你慢慢詳細地說 今天我方和友方都有一個公式 就是香港青年要提升競爭力 作為反方 我方明白到香港青年應該盡修增值 但微學位是不是零丹妙弱? 學生收讀完之後是否有得著呢? 今天衡量變態的標準在於 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 根據全球智庫組織 漢物爾頓研究計劃指出 青年競爭力最重要的就是 軟技能 當中包括團隊合作 溝通、人際交往能力等等 正方要證明今天變態 首先要證明普遍香港青年收讀微學位 一定可以學到不同的實用技能 而微學位在改善青年人軟技能不同方面都有幫助 除此之外,必須比較利弊 證明上面兩方面的利處 大過一點的弊處 我方看不到收讀微學位必然是利大於弊 原因有三 第一,微學位太專精 結果技能未必長軟實用 其實友方越強調微學位的優點 正正周悅是微學位的缺點 但微學位因時制宜 換句話,這些技能未經時代的過濾 很有機會過時 科技界日新月異 一旦另一套技術的出現 你學的東西就會即時適微 甚至報廢 這個相印都理處 正方如何證明 港青交幾萬元學費 學回來的東西 一定是長軟實用呢? 事實上,友方都強調微學位內容精細 那麼精細的內容 純粹令到青年人找到一份工? 而找到工,是否就是提升競爭力的指標? 友方和我同時提到,都是很彈性的 即是自由選擇,簡單地說 學生可能有些人喜歡去就去 不喜歡去就不去 更何況丹不丹性和提升競爭力都沒有關係 第二,微學位可能造成功利心態 正如友方自己所說 微學位是比青年人用近短的時間 更方便的方法 去取得一定能力上的應證 從而找到工作 友方就當成功利子是真的 那代表什麼呢? 是否跟所有青年人說 嘩!這些課程很漂亮,又容易讀 賺錢又多 那整個課程對真進軟的人有什麼幫助呢? 如果沒有,正方越講得多這些成功案例 是否就越加證明這些微學位,切頭切尾就是功利主義呢? 更何況,如果不過時 更容易四個月,學會一樣找到二萬元工資 那就很多人搶了 其實不懂得,長遠來說都很容易被淘汰 更不用說什麼提升競爭力 第三,微學位普遍而言,沒有正式的認可 微學位目前的狀況就是自行認證自己 而世界各地很多微學位課程 都類似香港微學位課程供應機構Teky 就是靠個大學,大機構的名字夠響來修身 但課程本身有什麼客觀的認證呢? 基本上是沒有的,有什麼考試? 私資,想課方法,學費水平的監管,一樣都沒有 大家只可以一味講過信字 嘩!這麼出名的大學或公司不會騙我吧? 這樣讀書究竟健不健康呢? 諾言說,尼大禹拜值得推廣 但當中會不會有中介機構混水摸魚 向青年人推介一些時事而非的微學位課程? 而正方所提供的成功例子,事實上又是否普遍呢? 提供這些成功例子的,是賺賣花香的課程提供者 還是一些客觀綜合的獨立調查機構呢? 最後想問對方是否覺得微學位有獨特的利處 所以青年人應該人人報導 還是微學位只是一種等於學日文,學做蛋糕的興趣班 有興趣的人才去讀呢?多謝各位! 反方的主辯發言時間為三分五十八秒 沒有過時無需格分 接著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向反方的主辯提問 發問的時間為一分鐘 反方都會同樣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用一分鐘時間回答 在所有一分鐘的環節當中 在限時到達之前的十五秒 都會有一丁的提示 都是由本人用人聲釘 接著會有兩丁提示 台上發問的環節就不切緩衝時間 時間多就會立即打斷你的發言 接著會到反方進行同樣的環節 對正方主辯進行一個發問 接著就由正方主辯去回答 現在就首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正方會派出的是誰呢 是 好 那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外示意 可以 然後就聽到一聲可以開始發言 可以了 叮 主席、評判、授助各位 大家好 好,現在香港九成五的學生 在讀完科技學院舉辦的微學位課程之後 在三個月內找到科技相關的工作 想問一下 如果好像右方說到這樣 微學位課程認受性這麼低的話 那為什麼這些公司會請那班年輕人進去做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反方主辯會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就是時開始 嗯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可以向镜头试一试一试 大家等一下镜头画面有点点滴机 因为主席这边的收音可能和大家不同 现在听到声音 或者你在这段时间尝试关闭镜头 看看会不会改善到连线质素,因为暂时有点点滴机 好啊,好啊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点? 是,清楚很多的 可能这段时间暂时关闭视讯 可能回答完了,我们再开个镜头 好啊,谢谢 好,你可以说声可以吧 我听到可以就会帮你一叮 可以 叮 主席、评判镜头前的各位 若方和你刚刚提出的数据 提供数据的人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的IT技能 找到工作差不多的收入 找到工作之后都会差不多的收入 和之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能提升竞争力 所以读完之后的就业率和收入 的收入和微学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你所说的那些数据 是不是赞花卖花香的课程提供者所提供的呢? 还是一些客观组合的导合调查机构提供的呢? 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准则的 多谢各位 好,现在就到反方的主... 反方派出一位辩元 跟着向正方的主辩发问 与此同时也请反方主辩开那个镜头 谢谢 反方会派出的是哪一位? 你好,我是反方以赴,王贺恩 好,谢谢你 清楚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我可以向镜头试一试一试一 还是 正方所说的成功例子 说很多就业会提升就业率 事实上是否又是普遍呢? 这些提供成功数字的 是花卖花香的课程提供者 还是一些客观中的独立调查机构呢? 好,现在正方主辩每一分钟的预备时间 计时开始 今天有时间了 仿 Gol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的主便預備 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可以向計時員示意 聽到嗎? 是,聽到的 是,可以了 定 大家好,剛才某方問某方 究竟這些就業率,我剛提出的數據 就業率究竟是不是普通的呢? 我們就來看看香港的科技學院 九成五的學,在那裏讀完微學位的年輕人之後 他們是在三個月內找到工作 之後我們再看國外,現在在市場課程 這些人可以在外國的網上 外國,他們的微學位課程 原來完了之後可以進去Google,去IBM,去科技創科業 在輪投公司進去做 我想問究竟這些就業的究竟是不是普通呢? 我相信見到是普通,是很普遍的 好,所以今天有封跟我們說了 就說,究竟這些年輕人究竟收入 每個都是這樣 我們正方可以跟你說 究竟現在哪個年輕人 所以一出來之後就可以找到兩萬元人工 今天見過我們讀完微學位課程之後 科技學院就可以,多謝各位 好,現在就會進入台上一副 首先有請正方的第一副面到台前預備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了 你站直個人再試一次麥克風 可以了 各位大家好 首先先來求窮傳義 今天雙方認同以為青年 爭取更好的前途提升競爭力 但問題是首先大家 有方今天的焦點錯誤 有方今天就說 跟我們講一大堂 大學能夠提升軟技能的一些情況 我方非常認同 但是他跟今天的片題 和微學位能不能夠提升到青年 的競爭力是沒有衝突的 大學可以提升 微學位同樣可以提升 而其實微學位為何可以提升 其實有方自己都會說 例如今天香港微學位科技學院的學生 一般畢業之後就會成為初級編程師 被香港貿法局 附峰等大公司所聘用 處理小型或中大型的專案 達到九成的就業率 那方其實都會說 原來微學位 學生讀完之外 可以入大公司 可以工作 可以有幾萬元的人工 這樣不是和西方競爭力是什麼 但方不斷這樣說 競爭力了 原來微學位的 也就是City在美國的 一間微學位的課程 它提供的內容 也會提供一些計劃 道向和特務和市場感脈 連繫的實作過程 會讓它們實習和合作 同樣都可以學到 所說的軟技巧 來到一副 我們不熟房 就將這個辯題分成三個重要的部分 首先 何謂競爭力 就是青年要擁有 結合市場需要的能力 有一個科技 一入千里 人工智能 規法鏈技術 大數據等等 都是未來的大細數 青年面對著市場的競爭激熱 必須先透過學習 去了解這個科技 以免落後 第二 就是何謂的角色 正如美國招聘公司 YELLO總裁 溫家頓所言 這個學校去學習是十分困難的 因為學校還沒有所需的材料 在2018年 香港微學位科技學院 已經推出有關的課程 包括人工智能 區塊鏈 虛擬實境等等 2019年 才有首間大學 提供人工智能的專門課程 傳統的學位 需要審批 限制多 但正少 學位就能夠填補當中的空隙 都市場興起深科技 就能夠即時作出回應 提供課程 給香港青年快速和達身知識 第三個就是對青年的作用 微學位是對應著市場的未來發展 是未來固然之有風的主變 所說的 可能未來會 之後會被淘汰等等 是存在的 當然是長遠實用 香港的青年 到不詳爆國 各個都可以領先一步 或者至少不會落後人前 青年競爭力得以提升 這都是未學位的學生完成課程 之後會被不同大公司所併用的原因 都同了 對香港青年專想市場 都面對 以及面對競爭 都百力而一開 這次 新加坡重來比賽 不要混合自聽 如果微學位真的那麼無用 可能那麼無競爭力的話 為何貨幣過程後會被不同大公司聘用 可以找到錢、找到薪金的原因呢? 謝謝大家 正方第一副便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過時無需靠分 現在就有請反方的第一副便 你預備好就可以向鏡頭試一試熱 是,不好意思,剛剛忘了開麥克風 好,不要緊 想不可以點一點頭試熱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大家好 剛剛有方同學想說話 不好意思,我們不是很聽到你說話 好,或者我們暫停,遲多次麥克風 是,請問聽不聽得清楚我說話 有了,聽到了,謝謝 好,我們重新來過一下 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再點多次頭試熱 是,主席評判,鏡頭前的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同學所說話 找工作就等於競爭力 其實是曲解了整個我們今天變題 我方認為剛剛有方同學所說的論點 其實都只是虛有其表 根本就沒有這些所謂的好處 首先,香港主要微學委學院Teki成立至今 共有80個人畢業 其實一點都不普遍 她所推崇的95%找到相關工作 其實只有76人 反觀一下香港城市大學 根據最近三年畢業生統計數據 系統資訊學系畢業生就業率接近100% 畢業生平均收到4至5間公司的取錄通知 而投身智慧城市相關工作 畢業生平均月入更加超過23000 比微學委畢業生更加吃香 然後有方同學說 是否要做大學生才有競爭力呢? 首先,我們希望有方同學不要先入為主 因為我方根本沒有講過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不是推崇人人都要讀大學 當然,當微學委是一個進修放題的話 當然可以 但如果真的要讀書的話 當然首先是讀大學 因為大學不是一個想讀就讀 想放棄就放棄的地方 有方同學所說的彈性 其實都只會令到讀微學委的青年 有一個輕率的態度 從而產生半桶水的心態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微學委的學費 根據Teky官網所指 Teky人工智能及程式設計微學委 學費為61500元 為期八十日 即是約三個月 除開每一日的學費是768.75元 有方同學是否肯定 香港青年一定有能力 負擔更沉重的學費? 就算負擔得起 學費和知識不成正比 而且學院不受監管 所以學費有可能說加就加 最後,我方再次重申 微學委不是必然離大於弊 原因除了我方主便說的之外 香港青年競爭力指標系統研究報告 將青年的競爭力定義為 青年在面對獨立生活和不確定的社會變化等情況下 所需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相關的元素包括生活能力、團隊合作、溝通能力、公民意志、抗疫力等等 即是我有我方主便所說的軟技能 而有方同學將運功和計劃道向 直接將它等於競爭力 那是否扭曲了整個競爭力的意思呢? 最後,因為剛剛有方同學 並沒有正面回應到我方主便的問題 所以我再問一次 想問有方同學覺得微學委有獨特利處 所以青年人應該人人報讀 還是微學委只在一種等於日文 學整蛋糕的興趣班 有興趣的人先去讀呢? 多謝 反方第一副便發言時間為2分58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的第二副便到台前預備 你同樣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言 時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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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米 聽到嗎? 清楚的 可以了 定 主席,評判上的各位 來到2副 不妨跟大家再次分析便提字眼 第一,微學委課程 有方今天就跟我們說 微學委課程不普遍 但其實有方今天是不是又承認了 其實他們是提升到 只不過提升得不夠多呢? 但是今天有方又跟我們說 微學委堅決應受性 但我們現在事實上是看到 全球流行創科產業 有不少知名機構 例如Google和Facebook 都會和微學委開辦機構 例如袁丹丹去合作 為畢業生提供面試 甚至獲得教家的就業機會 另外EDX的微學委課程 亦都在學生畢業之後 會獲得工作機會 根據2016年倫敦帝國學院 有關Move證書 在不同工作當中的可接受性的檢查 有8成半的受訪者都表示 他們在微學委課程之後 提升到自己的工作技能 甚至有更高的新工作的取用資格 其實現在微學委可竟是有應就性的 第二,友方今天就跟我們說功利心態 青年培養的功利心態是不好的 但是今天正正是因為他們的功利心態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功利心態 更加吸引到他們去讀微學委課程 其實這個更加能夠 有助他們提升到競爭力 這些正正是年青年的優勢 提升到競爭力 再者,今天友方就跟我們說 因時制宜 其實今天是一條利益比較的變態 友方今天就跟他們說 不是的,我今天只有這些弊處的時候 但其實因時制宜 我們其實都是微學委課程一樣 都是可以一起更新 我們一起去持續進修 這個根本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友方今天就沒有提出一個實際的弊處 再者,今天友方就跟我們說 大學其實是更加好 但我們今天正正是要看 年青人在微學委課程中 能不能得到一些利選 還有,今天友方也是完全無論證過 任何修讀完之後的閉端 友方在之後的後場位置 跟我們講一下 比較一下微學委課程的利益 講一下提大於利 我們今天見到微學委課程的特點 正正在於年青人在整個課程的時間 是十分之短的 而且一般香港青年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提升到新的技能 以致到他們面對於全世界高科技 高增值的世界的趨勢之下 能夠在短時間內 讀到一個未學委課程 令到他們在不同工作 不同學業 都得到莫大的優勢 例如香港科技學院 對職業度下的課程 當中由零開始 學習到程式編寫 後端式開發 和數據附特等的知識 畢業之後 平均可以在兩個月內成功就業 平均月薪也高達兩萬 可見其實現在微學委課程 是有助提升競爭力的 再者 今天微學委課程是十分之短 變相香港青年能夠在短時間之外 可否更加多時下趨勢 和相關產業的知識 相對於一個四十年 學士學委課程而言 微學委更加適合年青人 在這個信息難免的社會當中 成為多元通創 多謝大家 正方的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兩分五十九秒 沒有過時無需透過分 現在又請反方的第二副片 預備 你可以先解除正音 準備可以向鏡頭示意可以 請問大家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的 定 主席評判 有方同學鏡頭前的各位 大家可以 有方是吳翠蕭月 一直在說明學位很好 但是就無事 所提及的 並擺出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一 我方說 會被人 有方說 小心點 你為什麼這麼害怕 第二 很貴的 我根本沒有正面回應過 第三 沒有客觀認證 哎呀 GOOGLE這些就叫客觀了 第四 不負責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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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好事 我一直跟有方說這些缺點 有方同學走得無事 剛才有方同學說 因為這個世界 需求不斷變化 所以要不斷讀微學位 去適應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 但是不斷讀 是不是真的彈性呢 究竟要隔多少年再讀一次呢 一年 兩年 還是三年 讀這麼多的同事 不如讀一個受廣泛認證的學位 讀完又讀 其實根本不是彈性 每樣東西只有半桶水 是不是真的提升到競爭力呢 並且按照有方同學所說 持續進修 導致過大的壓力 並造成為讀而讀的功利主義 當普遍人讀的時候 又造成學位貶值 就像有方同學所說 轉上學位 現在學位泛濫的問題 第二 有一位同學一直在說 數大企業這些Google認證 Google又怎樣 叫客觀呢 其實本身的課金管 沒有任何客觀認證 什麼叫客觀呢 並不是Google這些公司 就叫客觀 是一個客觀分析的機構 有一個獨立的才叫客觀 如果待會Google或者念書 和提供微學位的機構 終止合作 決定不再認證了 讀完微學位的講清 就投訴無門 第三 有方同學一直說 哎呀這些可以用少量的時間 和金錢換取知識 比大學浪費四年更加化孫 但其實 我和大家比較一下 Teky Academy 的課程只有一個半月 但是十二課 但是學費就是一萬三千八百元 而香港普遍大學一年的學費 只不過是四萬多元 學費差四倍 學識日是不是真的差四倍呢 其實微學位的優點 就是他的缺點 他的課程賣點是簡短精要 這個未功利主義 讀了這麼多只是為了找工作 微學位收費又貴 計上來和大學學位差不多 但是又不受普遍公司的認證 微學位是真正的公利主義 同時有這麼多缺點 是不是真的利大於弊呢 最後想請問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說到微學位這麼重要 是要迎合這個新的創科世界 請問要讀多少個微學位才足夠呢 讀一個就一勞永勞 還是隔幾年就讀一次呢 讀這麼多的話 造成壓力過大又怎麼辦呢 可以提升到的真力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靠分 接下來就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各方都有兩輪的發問 發問的規則和剛才台上發問是一樣的 由台下發問完 用一分鐘的時間去向另一方發問 一分鐘準備時間來 另一方拍出一位辯員回答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先邀請正方 派出第一位辯員 作台下發問 請正方的台下發問完 可以開一開攝錄和試一試麥克風 請問可以開箱嗎 請問明否有分別 很清楚的 如果準備好您可以去設定 scenic 試 對 可以了 謝謝評判載各位,大家好,剛剛有方說微學位太專精會過時,科技發展太快,有新東西學了都會過時 按有方的邏輯,所有專科的學士學位一樣都會隨時過時,有方是否覺得不讀不學反而幫助他們追上科技發展呢?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會一分鐘準備時間,計時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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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拍出一位便言作答 是,反方一副,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可以向鏡頭示意 定 主席評判,鏡頭前的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亦都多謝有方同學承認了原來讀微學位,在裏面學到的東西是會過時的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在微學位付了很多錢,六萬多元讀三個月,但都是過時 反觀一下大學,大學不同,學費便宜一點,四萬元一年,但學到的東西就多很多 而且大學還要受到認證,而且裏面學的東西和微學位都不同 因為微學位只是學一件事,而有方同學所說,是否不讀不學代表可以追上時代的步伐 我覺得有方同學未免是太過偏激 所以我方認為修讀微學位的過時和大學或讀其他學位是不同的 多謝 現在就有道反方派出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是我的,請問聽聽聲音清楚 清楚的,好,如果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了 叮 既有方同學一直吹嘘講清讀完微學位後前途簡直一片光明 但根據U-Day City團隊研究發現,網上推出的 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微學位課程中 你一開始就失聲了幾百人,但最終完成度只有個位數 微學位完成到低到這樣的時候 有方同學是否仍然認為微學位有助於提升競爭力呢? 好,一分鐘準備時間給正方,計時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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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作答 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分合就说 微学位这么少人读 真是不行了 但其实跟我们今天讨论 对青年人的竞争力有没有提升 是没关系的 有分反对什么 他反对微学位这么好的东西 竟然这么少人读 因此有分很不满 因此我看到有分其实都是认同的 原来微学位读完是有用的 在这个市场上 有读的人有读微学位的人 他自然就可以提升他的竞争力 没有读的那些就是他们吃虧 由此好见今天我们所说的微学位 读完之后的人可以如何 入大公司去做事 而那些大公司为什么会请他 正正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读完微学位 大公司觉得他贴合市场的需要 所以就请他 有请我看到 其实有方也觉得微学位 是有用的 所以就跟我们在不满 和有方在不满 和有方在不满 就说这么好的东西 这么少人读完 所以我们要确认微学位的作用性 所以我们要更加多人读 更加多清理的学位 叮叮! 作答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 别人作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正方的台下发问完 可以开箱和解除静音 试一试麦 是,请问听到吗 听到清楚的 嗯 叮! 主席、评判在各位 大家好 有方鄙视公理主义 我想没有人想公理 不过现实就是 年轻人面对激烈竞争 竞争力三个字 本身就是将人互相比较 要竞争取胜 自本身就是公理主义 有方不想公理 是不是就是叫青年人不要争 所以不要学习新的知识 放弃竞争呢? 多谢各位 一分钟准备时间给反方 计时开始 3 4 8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拍出一位便言作答 试咪试咪,请问大家听不听到 清楚的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镜头前的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就在这里说,原来功利主义是好事 功利主义不是属于竞争的一种 但其实有方同学又知不知竞争是有分良性和恶性竞争的呢? 而功利主义属于恶性竞争,什么是良性竞争呢? 大家一起找到一个受广泛客观认证的学位 并且提供自己的软技能 当面试的时候,大公司看到你 原来他的软技能答的问题很好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辩论 而看到一份学历,受广泛客观认证 而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属于恶性竞争 所有人为了找工作而去读微学位 都不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时候 过了时,又要继续读 那又是不是真的提升竞争力呢? 多谢各位 好,那现在就请反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可以先解除静音,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请问大家听不听到? 清楚的,最后可以点头示意 OK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一直以偏过全世界章 微何偉对喜欢创新科技的年轻人的帮助放大 但是是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喜欢科技思源 喜欢文科的人又如何呢? 喜欢照顾小朋友的人又如何呢? 喜欢艺术的人又如何呢? 有什么微何偉可以帮助到他们 另外,请有方回应我方主编的问题 我重新翻一次 有方提供到一些成功的数字 其实是卖花散花香的课程提供者给的 还是一些客观中立的独立调查机构提供的呢? 如果不是的话,就证明不了它的真实性 多谢 一分钟准备时间给予政方,计时开始 静准备时间点准备回应 感谢观看 请正方拍出一位辩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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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正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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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拍摄 请正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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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拍摄 请正方拍摄 请正方拍摄 正方拍摄 由于我们按摄 请正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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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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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